中国四大名著《家喻户晓》及《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新中国成立前竟有八部名著 只是由于个人原因,建国后删去四卷 与现在广为流传的四大经典相比,删去的四大经典,读者其实更喜欢后者 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要删掉四大经典,将其定为八大名著,彰显中国古典文化岂不更好 另外,背删的四本书的内容是什么? 而为什么说读者可能更喜欢背删的四本书呢? 风神演义,庞大的中国神明体系,引人入胜 风神演义背删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风神演义和《西游记》都描写妖魔鬼怪,只是前者的文笔不如后者 二是风神演义中武王伐咒的历史意义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状 三是风神演义所描述的中国仙道体系过于复杂 一般人难以理解 所以综合以上三点,在同题材的小说中留下了一部文笔出众 容易被大众接受,又不违背当时社会主流的作品 所以风神演义被淘汰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当代年轻人更喜欢猎奇 《西游记》他们从小耳濡目染,对几十年前的那一代人毫无兴趣 出于好奇和研究,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探索更复杂的风神演义 风神演义被淘汰,是因为复杂的仙灵系统的缺点 但也可以是被读者喜欢的优点 我们都知道武王伐咒,那么作者许仲林在此背景下创作的风神演义中的仙人系统到底有多复杂呢? 首先,他的创作背景远远流长,更能引起人们的好奇 小说开头,咒王到女娲宫上香 咒王好色,借女娲娘娘美貌,心生恶毒,写下亵渎神明的诗篇 没有丝毫敬畏之心,女娲娘娘大怒,此人不配为王 派轩原木狐妖前来诸咒王 咒王爱上了冀州侯苏护之女苏打几 苏打几年轻貌美,咒王想娶她为妻 苏护迫于咒王的威严,不得不服从 但是她不愿意和女儿分开 于是她亲自护送女儿见咒王 路过恩州驿战时,女娲娘娘派来的狐妖杀死了苏打几 随后狐妖化作苏打几的模样进入宫中 开启任务霍乱后宫和朝廷 咒王成功中计,终日纵酒色色 咒王在苏打几的怂恿下,废掉了江娘娘 施行酷刑,杀害朝廷忠臣 宰相上荣因忠言被杀,南伯侯,东伯侯也被杀 西伯侯及周文王姬昌被囚禁了七年 终于逃出伊犁,逃往西齐 姬昌逃回西齐,拜江子牙为丞相 江子牙奉原始天尊之命,下山助纣为虐 后来,姬昌的次子姬发,也就是周武王 得到了武成王黄飞虎的帮助 至此,周朝的势力越来越强大 太史文仲受周王之命伐纣 原始天尊率弟子与太上老君破阵结窖 文仲被杀,咒王又派出宏锦,土行孙等 皆归降西周 西周这边周武王激发派江子牙讨伐咒王 先后攻占金基岭,家梦,川云等 大破敌军朱仙镇,温皇镇,万仙镇 江子牙一路进军,势不可当 最后率领八百诸侯进军昭歌 捉拿苏达吉等三腰 咒王在摘兴楼自杀 江子牙领原始告斥,在封神台封神 武王伐咒,成功灭掉荒淫无度的商朝最后一个王 大功告成,于是封七十二诸侯 气势辉红,浩浩浩商商的西周灭商的故事 在封神演义里被戏剧化 于妖魔鬼怪中,控诉商朝最后一个王的暴虐无道 如果说西游记流明四大名著的原因 是陆漫漫其修远西的执着 那么封神演义则是罪卧沙场君莫笑的从容看客 随作者的描述置身其中,不但不为快要灭亡的商朝感到惋惜 反而在咒王的自焚情节中拍手称快 诸位看客谈笑间,朝代更迭 没有什么事情是永恒不变的 世界万物,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盖江自其变者而观之 则天帝曾不能以一顺中国古典神话与西方科学哲学的思想的完美契合 我想,这大概是现代人继庞大神仙体系之后,在宏观思想方面 更喜欢封神演义的又一个原因吧 如林外史,嬉笑怒骂接文章 如林外史作者吴敬子本是出身忘足 但吴敬子在应科举时遭到侮辱文章大好人大怪 从此不再参加科举 再者,他看清了明代社会现状 八股文,文字欲,这是社会的腐朽所在 于是,便写下这部极具讽刺意味的小说 如林外史最初遭到淘汰是因为 他给读者的表面感觉是 作者三观不正,书中人物三观也不正 书不知,深入解读 如林外史在嬉笑怒骂间 以辛辣的笔触批判揭露当时社会现状和如是命运 这也是他回归读者视野 让读者更喜欢的原因 在结构、讽刺艺术、人物塑造方面 如林外史有其独特的魅力所在 结构看似杂乱无章 实则精心布局 如林外史第一回王勉出场 暗示全文主旨 接着从第二回至第三十二回 做重写各种类型如林人物 这些人物按照自己的故事情节 你方唱罢我登场 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是其一大特色 三十三回以后 全书的重心便随杜少卿的迁居而转移 开始以南京城中的生活向周围辐射 最后以市井四大传奇人物结束 如林外史讽刺艺术登峰造极 最典型的就是武和县延商送老太太入节笑词 那天古月轩天张灯结彩 是换人家的牌子满街都是 场面庄严肃目 但作者镜头一转给读者刻画这样一个场景 严商方老六却和一个卖花姑娘看热闹 这姑娘正在身上捉狮子 并将捉到的狮子填到嘴巴里 一边是庄严肃目的礼仪 一边是轻挑滑稽的谈笑 人物塑造 印象深刻 在无镜子笔下 人物的性格似乎达到了癫狂的程度 高氏王勉 明氏杜少卿 珍如于玉德等人物形象富有光彩 人物形象不是平淡无奇 不是一直不变 而是人随事变 其中在民间流传最广的故事 就是犯金重举 犯金重举前 唯唯诺诺 连说话都不敢抬头指示 丈人糊涂户 也是见他一次 骂他一次窝囊废 并冷嘲热讽犯金尖嘴猴腮 没有闻取星的命 而犯金重举后 且先看犯金自己 犯金在急事抱着一只鸡在卖 得知自己重举人 先是不信 接着发颠 吴静子这样描述 拍了两下手 说道好了 我中了 接着一跤跌倒 牙关咬紧 不省人事 被救醒后 更是彻底疯了 掉进堂里 头发散落 众未看客大笑 新贵人欢喜疯了 丈人糊涂户 更是换了一副嘴脸 先前是嫌弃 是厌恶 现在是谄媚 是笑脸相迎 是点头哈腰 典型的市井小人物形象 跃然指上 可以说 此书将人性之丑陋 没权没事实 任人宰割 有权有势后的各种奉承 无限放大 聊斋志义 借妖魔鬼怪 控诉社会黑暗 聊斋志义的作者 蒲松林 出生在书香世家 但屡是不地 常年以教书为生 因为向来对民间传说的鬼神故事感兴趣 于是将搜集来的鬼神传说 加以粉饰润色 记录下来 聊斋志义 当年被除名八大名著的原因是内容荒诞 迷信诡诀 但蒲松林正是借各种鬼怪狐妖的故事 来抨击当时社会现状 清朝政治的腐败 和统治阶级 对人民的压迫 这种反映封建根本矛盾 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 是现在更受人喜欢的原因 揭露现实是聊斋志义一大特色 比如促之这篇 便是封建统治者压榨底层人民的典型案例 美则一头 折清数家之产 上至皇帝 下至小利 无一不符 政府笼络人才的科举制度的腐败 蒲松林先生也多有抨击 三生 这生 于去恶等则猛烈抨击人间科举的不公 借鬼神世界隐晦控诉现实 并在鬼神世界实现实尽愿望 是无奈之举 更是有意为之 聊斋志义另一个讨人喜欢的原因 是因为情节委屈 叙次井然 又采用传奇方法来写鬼怪 跳出了现实的束缚 思绪自由驰骋 所以情节怪异诡诀 跌宕起伏 变幻莫测 吸引读者眼球 更受人喜欢 不过需要强调一点的是 虽故事不受现实约束 但故事自身也有其内在逻辑性 并合乎人情势力 金平梅 以一家之兴衰看国家之命运 金平梅被淘汰掉的原因 内容低俗 伤风败俗 但近年来被人们所喜爱的原因 则是跳出传统思想 深入挖掘思想内容 后世影响及其衍生作品 它的价值非同一般 清初文艺理论家张竹波 称金平梅为第一起书 在思想内容方面 全书以西门庆一家为主要镜头 描述了西门庆的一生 以及他从发迹到败落的兴亡史 以西门庆为中心 辐射到市井活动 乃至朝堂大事 统治阶级 鱼肉百姓 官府与富商 豪身勾结 狼狈为奸 无恶不作 整个社会陷入一种病态 且无可救药 同时又大篇幅笔墨 描写西门庆一家 极尽奢靡的酒肉生活 即使是正常人在里面酒居 也会被扭曲价值观 没有谁能从这口大染缸里全身而退 金平梅对后世的文学创作 可以说是开创先河 金平梅另辟蹊径 重回现实 不描写鬼怪神话 而是聚焦现实人物和家庭日常 金平梅以家庭为中心 以一家联系到异国 作者蓝灵王笑笑声 让人物各有其口 语言生活化 于是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而且作者勇于打破传统大团圆结局的俗套 让人物以悲剧结尾 悲剧给人情感冲击 震撼心灵 金平梅的描写手法 在《红楼梦》中都有表现 故有学者称 金平梅是《红楼梦》之祖结语 新中国成立之初 删掉四本名著自有其道理 不必深究 但时代变迁 当删减掉的这四本名著 重新进入读者视野 重新解读其深刻内涵 不难发现 这四本与当前流行的四大名著不相上下 各有其特色 或复杂难懂 或嬉笑怒骂 或诡异惊悚 或太过通俗 在现代社会 总能找到其受众人群 并深受喜爱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